南投县议会召开第18届第7次定期会 在今日会中 县员曾正言针对县内没有大型医院 要求县府要积极办理并设立专案小组 县员检刺盛也针对设立专案小组一案 要求相关单位紧速办理 你让大家的议员在一起 我们来成立起来 这边说我们团队开始推倒了 这件事是我们老团队非常重要 非常重视的事 也希望卫生局长 你来附近成立一个团队小组 来附近推动比较快 县员林芳瑜则对于县内流浪猫狗的防治宣导不如预期 也对于台南市流浪猫狗林扑杀的政策表示肯定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其实在这之前也有做了许许多多的宣导 但是宣导的效果并不如我们预期的 在105年8月12号 我们的华市的一个新闻杂志 有报导翻转台南的这个流浪狗的这个问题 他们可以利用说简单的训练 让这些提高这些猫狗的认养率 他们台南做得到 那我们做不做得到 针对南投县内缺乏大型医院的问题 县员曾正言及检刺圣都希望县府积极办理 并设立专案小组 林芳瑜议员则关心流浪猫狗林扑杀的问题 希望县府重视 记者陈建桃邱平一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